居静一的半永久妆发经常被人吐槽 但从花容最新路透来看 居静一似乎是放下了偶像包袱 她的发型终于有所改变 只见居静一扎着两个揪揪头 发饰也很简单 就两朵蓝色的小花 挺廉价的 她穿着浅蓝色的古装 十分朴素 这身装扮整体而言 像个丫鬟 也许单看她的新发型觉得没啥 但和她早期路透涂对比 就会发现 居静一在形象上有所突破 没有像之前一味追求美 而留一成不变的发型了 还有这张图 她也是书的两个揪揪头 头上没有繁琐的头饰 就两朵淡黄色的小花 看腻了老实端着的居静一 这样清新质朴的造型 其实还挺适合她的 看着很俏皮可爱 这个高马尾发型也不错 简单大气 女将军造型挺萨的 就是千篇一律的妆容 让人有些出戏 发型是改变了 妆容要不要考虑改变一下啊 原来的也生眉 到三角眼妆 鼻梁上的高光 虽然很美 但看多了会让人丧失新鲜感 而且一个妆容也多部电视剧 也不符合角色 花容中秋的路透 她可是全脸画着精致的妆容 头饰看上去也挺华贵的 服装更是贵重 颜色艳丽 很有高级感 那时的居静一看上去像个公主 走路都自带气场 可这头饰 看着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哦 想起来了 嘉南传里居静一的头饰就是类似的 都是一样的花里胡哨 仿佛在额头前安了一层门帘 之前的居静一花容路透 妆发和嘉南传几乎一模一样 外部的网友吐槽她扮永久妆发 下图分别为嘉南传 图左和花容图右的剧照 看着是不是很像 其他时候的路透 她的妆发也是很精致的 服装也是很亮眼 变得可能是发式 还有衣服的颜色吧 花容刚出居静一 那身红衣露透时 评论区几乎都在吐槽伴永久妆容 有网友笑称 这不是一样吗 在花容开机仪式上 居静一扎着两个简单的麻花辫 手拿红包 对镜微笑 未躲避刺眼的阳光 头戴帽子 其实 这个妆发和漂亮书生的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发型 野生眉 大面积橘红色眼影 大红唇 以前的居静一偶像包袱是真的很重 她无时无刻不再维持形象 比如随时在片场照镜子 整理刘海 检查妆容 除了经常在片场整理妆发 影视剧中的居静一偶像包袱同样很重 漂亮书生里 她的女扮男装太不走心了 这个妆容一看就是女生呀 还有那个很出圈的绑架戏 居静一嘴巴像是在含话妆棉 她的表情也很淡定 感受不到被绑架的紧张和压迫感 观众实在无法共情 那时的居静一太在乎自己的形象了 不管眼什么都要美美搭 绑架戏要美 奔丧戏也是 她化着浓妆去奔丧 表情很呆板 还没后面丫鬟看起来伤心 戏里戏外 居静一都是端着的 生活中的她吃口面包都要很多下 虽说细嚼慢咽很不错 但吃一口面包嚼33下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第一次嚼面包出圈了 很多网友都在挑战居静一吃面包 后来 居静一在节目上做了回应 说当时在放空 没注意多少下 然后她开始了吃面包2.0版本 好家伙 一口面包直接嚼了84下 樱桃小嘴也不至于这样吧 居静一淑女形象稍显刻意了 总之 以前的居静一太注重自己的包袱了 距离的妆发几乎差不多 现在 花容出了一个新发型 虽然普通简单 但可以看到居静一没有以前那么在乎形象了 希望她能好好提升自己 不光发型 妆容也适当调整 提高演技 变得越来越好 有点 我去看我 我去看我 我去看你